作为当下电视剧市场数量最多的题材 国偶两个字似乎已经变成烂剧的代名词 一专一大把的国偶剧 挑挑剪剪那一部播的不错的作品就已经少有了 就上半年的状况来看 雨凤馨和墨云坚算是小伙的作品 可距离大爆那也是差了十万八千里 要说破局者还得是长相思系列 即使时隔一年之久 长相思第一季线下级大爆的场景还历历在目 尽管只是单平台网播 可从开播首日起 讨论度就已经意气绝尘 关于杨子演技的视频几乎遍布全网 豆瓣评分更是有41万余人打出了7.8的高分 制作班底雄厚配上流量演技 两手抓的一线小花 平台砸重金打造的年度爆款 今晚终于要再次起好了 早在项目启动时 长相思就被爆出 耗费整整八亿投资 也难怪能打出如此漂亮的成绩 而看完第二部的预告片之后 我只想说 杨子这一局又要赢了 长相思第一部的剧情 想必大家还能稍微想起来一些 文小六成功回归成为王姬 为了哥哥的宏图大业 他甘愿奉献一切 只让他拥有自己的江山 书间上回 苍璇被委以重任 成为号领国的王 然而号领国的其他元老 自然是根本就不服这个矛头小子 为了避免灾祸 保护自己的国民 苍璇选择与商阳式的女子成亲 苍璇在表明自己的决定后 也并未表现出丝毫的欢喜 而听闻此消息的小妖也是一愣 笑容已然凝固在脸上 果然在小妖面前 苍璇谈漏了心声 她表明自己并不想纳菲 可当下苍璇想要迁都 其他亲王又虎视眈眈 一方面苍璇要养精蓄锐 避免战争 一方面又得有足够雄火的实力 莲姻怎么看都是最佳的选择 小妖对苍璇没有过多的情愫 可兄妹情却如假包换 她心疼的看着哥哥 告诉对方自己知道 随后又开始用尽所能 开解对方 从第二季开头 各位男主的感情线来看 防风贝似乎暂时成为了最大赢家 带着小妖来的偏僻之地 这里是防风贝吃了几百年 金策的良心店铺 就连店主都忍不住感叹 这几百年来 小妖是防风贝带来的第一个女性 只不过最近战况惨烈 防风贝又有几个兄弟战死沙场 眼看着爱情急速升温 防风贝却没什么兴致 频繁的战争和伤亡 已经让她无暇再顾及其他 此时此刻的涂山景 眼睁睁看着小妖与其他男人 浓情蜜意 自然是高兴不到哪去 再加上还有没眼力见的贴身侍卫 涂山景这小表情 已经委屈到了极点 当然这里的前提 也是涂山景另娶他人 而本应该嫁给他的王妃患有身孕 那一晚涂山景喝得鸣鼎大醉 至于究竟有没有发生关系 他已经记不起来 后面他直接拿出了宝物 以燃烧自己来换取当晚的记忆 终于涂山景看到画面后 才猛然发觉 自己其实根本就没有背叛小妖 只能说杨子的实力确实有点东西 一个人扛起整部古装大剧 没有丝毫的问题 从一个来看 前几集更多是在铺垫 叙述讲故事 真正的高光还要卖个关子 不过光是片方放出来的各种短片 其实就已经足够让人惊喜了 还是原来的味道 燕含人类忍痛射箭 重伤笑柳 杨子将痛心疾首 演绎的淋漓尽致 矛盾的心理也完全拿捏 得知涂山景死后 依旧要嫁给他 哥哥的劝阻下 他依旧舞动于衷 可眼神中的痛和执念 已经在咆哮 那是完全不笑语言表达 眼神戏就足够 其他演员表现也一如既往的精彩 张万一将苍玄扭曲 执拗扭的爱 刻画的入目三分 不由自主地向对方靠近 仿佛有一股强大的吸力 在控制着他 还有下定决心甘愿死在小妖的手里 表情与肢体语言浑然一体 一秒将观众拉入戏中 谭剑刺的演技也是更为亮眼 其实预告中 他的镜头不算多 可出场的每一帧都堪称精品 谭剑刺饰演的项柳角色 更是引发了众人的关注和喜爱 项柳一个不善言语表达的海底妖王 却用自己的方式诠释了何为中意 他看似冷漠 使则内心充满热情 在剧中 项柳的每一次出场都让人眼前一亮 谭剑刺的精湛演技 让这个角色变得栩栩如生 深入人心 项柳角色的魅力 不仅仅在于谭剑刺的演绎 更在于角色本身所承载的中意精神 他为了心中的坚守 为了所爱之人的幸福 默默付出一切 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这样的中意 让人感动 更让人心疼 项柳的结局早已注定 他拒绝招降 坚定地走向战王 因为他知道 对于一个将军而言 最好的结局就是倒在战场上 浑身伤痕累累 用尽最后一分力气 绑出大招 如此大幅度的表情 将情绪宣泄得淋漓尽致 却丝毫不让人觉得夸张 在这个过程中 他为了让所爱之人有力自保 有处可去 有人可依 为他择好了退路 却没有一刻为自己着想 因为他知道 命运已经注定好了 无法逃脱 《长相思2》播出后 谭剑刺饰演的项柳角色 肉毒断层第一 成为观众热议的焦点 项柳大人太有魅力 让人无法不爱 那么为什么项柳这个角色 会如此受欢迎呢 首先 谭剑刺凭借其身后的演技功底 将项柳这一角色 塑造得栩栩如生 他不仅在外形上 高度还原了角色的形象 更在内心世界的刻画上 做到了入目三分 通过细腻的眼神 微妙的表情和精准的动作 谭剑刺将项柳的复杂情感 和内心世界 展现的淋漓尽致 其次 项柳是一个悲情角色 让人一难平 所有人都知道他会战王 看着他一步步走向既定的结局 观众们感到悲情又无奈 这种情感 让人们对项柳产生了深深的同情 也让这个角色更加立体 饱满 可以说第二部最扎心的境界 是围绕项柳展开 想必这个大概率要再火一把了 当然 女配也不容小觑 尽管《长相思》系列 也是标准的大女主剧 但剧中的其他女配 也并没有被眼去光芒 大陆娃在第一集预告中 就惊喜亮相 她示范的阿念 对苍璇有特殊的情感 在听闻苍璇要纳飞时 直接僵硬在原地 惊讶失望还有悲痛 瞬间喷涌而来 这个人物在第二部 或许也会带来惊喜 事实证明 流量明星 也依旧能贡献出精彩的演技 作为古偶剧 《长相思》系列的主角团 其实也没什么老戏骨作证 这些流量演员 依旧能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 只能说 导演选角的眼光却是独到 无论是剧情还是人设 第二部也会延续第一部的风格 最后事实证明 古偶拍得好 也照样能打出漂亮的战绩 在我看来 《长相思》之所以能在 如此庞大的古偶盘中脱颖而出 最关键的原因只有两点 其一是制作班底靠谱 剧本非常顶 用不同的感情线续写不同方面的价值观 不局限于小情小爱 而且每条线都荡气回肠 制作也非常不错 其二大女主是真的大女主 女主的形象极其丰满 逻辑通顺 性格就有多面性 演员养子 演技尤为凸显 而第二部故事要比第一部更虐更复杂 所以我还是非常看好《长相思2》的数据 尽管演员的粉丝群体之间 似乎闹出了一些不愉快 但对于路人观众来说 这些都不重要 那么 大家觉得呢 2017年1月1日 higher 同变 crossover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